Hello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三号大叔为您带来的短暂直播比赛结束 现在给大家带来的是2023年的梦魂联赛第19赛季小组赛首回合比赛的加赛 三个BOE的第三场星辰对战TSM 那在前两轮的BOE当中呢 星辰是先0比1输给了XCTN 但是呢XCTN在第二轮输给了TSM 这样的话第三轮我们就看看星辰能不能够战胜TSM 如果星辰战胜了TSM的话呢 这个比赛就会变成一个这个对吧 车门焊死啊 三支战队都是一胜一负 那么因为只能出现一支队伍 留一支队伍在 所以呢这个车门焊死就会继续加赛 看星辰这样比赛的阵容 那前两手拿出来的是一个先知一个小鹿 第三手拿出来了一个毒狗 第四手是石林剑士 穿战甲拿出来了 班人方面的话呢 没有班雪魔 对方拿出来的是兽加DP 那么雪魔现在还是在的 TSM可以考虑拿一手雪魔 拿雪魔出来针对一下石林剑士 而因为兽这个英雄还是有点 有点讨厌石林剑士的 DP对于石林剑士来说的话 还好 那是萨尔也不太喜欢打石林剑士 所以这样比赛拿个雪魔出来克制一下没毛病 而且从阵容来讲的话 兽和DP都是压对方血线非常厉害的英雄 雪魔配合萨尔的恶宁皮士和他的 框 配合他的血迹也都能打出来相当不错的一个效果 因此这个雪魔我觉得可以可以无脑拿 讲道理可以无脑拿 独狗是用来刹车的吗 独狗这场比赛他的作用比较多 他可以用来去保护队友不被恶念撇释回去 这是他的一个作用 大招对兽也是非常有效果 TSM估计在琢磨要不要拿雪魔这个点 我觉得不用想 我觉得这种时候其实想的越多 效果反而越差就是你不要去想直接拿就完事了 你不拿的话星辰待会四五手一班 然后你这个持林剑士你又不好处理他了 TSM这边选择的第四手拿出来的是一个火猫 应该是中单火猫 这个DP打三号位 然后兽去打一个四号位 也有可能是兽去打一个三号位 DP打一号位火猫打中 也有这个可能性 茶缺控可以选班尼 茶队现在这个阵容 他的酱油位基本上已经满了 只剩一个大哥位了 如果是一号位莫奈的先知加中单的穿战甲的话 这个阵容的输出有点略低 真心是有点略低 不太够用 那么最后的两手拿人TSM这边选择是 然后班人选择先搬了一个影魔 防了一个莫奈的影魔 因为最近茶队赢的比赛大多数都是给莫奈拿影魔赢的 我估计啊 我估计有可能这场比赛我们会看到一个大哥位叫做巨魔战将 这个是星辰这个队伍此前经常会去在生死局拿的一个C 巨魔战将或者是CK这两个英雄 我们在这场比赛当中都是有可能会登场的 最后一手星辰选择搬掉了对方大哥绝活位的一个TA 搬掉了一个TA一个水人 TSM这边搬了搬了一个影魔 看看还有一个大哥位准备去搬谁 我觉得如果他们有研究过的话应该是巨魔考虑搬一手 如果茶队赢了就形成了一个环队就是的是这样的 小黑吗小黑已经被搬了小黑是没有位置的 巨魔战将是有可能的 当然如果他拿一个巨魔战将出来的话 TSM还是可以选择用血魔 星辰如果自己用血魔的话呢 这场比赛我想想 阵容方面倒是可以 他拿一个去血魔出来的话倒是可以 从前期的对线角度来讲 星辰现在先知这条线是不用担心的 中单的实力剑是这条线不用担心 那么大哥位来保他的大概率应该是这个小黑 小鹿吧如果是小鹿来保的话 大哥位也不用太担心这强度的问题 不过这场比赛并不适合去用幽鬼这类的C 不太适合用幽鬼这类的C 所以星辰的C可能还是要去增加一点点的 就是让他的输出输出简单粗暴一点的那种英雄 最后一手TSM选择搬掉的是敌法师 看看我能不能猜对啊 可能是不是会去选择一个巨魔战将之类的英雄 应该不要拿幽鬼 因为如果拿幽鬼的话 这个阵容的输出真的来的太慢了 啊龙骑士 大哥位龙骑士吗 还是大哥的先知啊 大哥先知三号位龙骑 三号位隐星锤龙骑 跳隐星锤跳刀龙骑士 攻单士林剑士大哥位的先知 我讲到的我觉得这种比赛TSM 拿个血魔一点问题都没有这这种 这这种压血量太强了 压血血线能力太强了 挑一手拿了个PA PA是用来针对对方莫奈的先知的 但是PA这个点有一个问题在于 不过这场比赛对方是个五号位的赌狗 那就还好吧 五号位赌狗他没有多少钱 赌狗这个英雄如果一旦就是四号位赌狗 比较有钱出到一个A帐的话 PA直接就费了 这PA他是非常害怕破坏这个效果的 尤其是赌狗这种无视技能免疫的破坏 他这个破坏一上上去以后 PA的闪避和暴击就都没了 闪避暴击都没了 PA就等于是纯纯的没用 但是话说回来 这场比赛阵容的角度来说 两支队伍在输出方面完全不是一个量级 TSM除了萨尔这个点输出略低以外 剩下哥四个输出一个再一个高 而且前中后期的过渡非常的平滑 他的前期可以利用这个兽加DP来过渡 火猫的话可以很快的去衔接这个DP和兽 然后把游戏过渡到中期 并且中期的时候DP的输出仍然非常可靠 瘦的输出也非常可靠 萨尔在对方BKP出来之前的威胁也无比的巨大 然后在游戏的中期开始 PA的狂战灭到手之后 那么他接管比赛的能力就逐渐体现出来了 再加上这场比赛 在无视弧免控制方面的话 星辰只有一个PA 他是有这么一点点的能力可以去 只有他有这一点能力 能够去对技能免疫的单位 产生那么丢丢点点的影响 除此之外 他们是没有人能够对这个BKP的PA 产生任何威胁的 所以这样比赛单纯的从阵容角度来讲的话 我还真是感觉有点难啊 你别说 OB不知道在干嘛 OB好像没睡醒 OB开始动了 因为从前期的对线来讲的话 我猫打穿人甲 这个东西吃点亏是正常的 穿人甲这个是PA地板 惡静骗士已经用过了 那么捆一下兽PA地板 小医生这个位置好像还是扛不住 兽出来了以后呢 开地板还有一点点的升级时间 这波是让对手一上来拿了个一血 博博卡的小路也被打掉了不少血 这个幻象输出还是不低的 这块又有这个标的伤害 好疼 开局乃满 这场比赛主要是清晨这个阵容的输出太多极了 就是很有可能大家一会会发现 一批这个英雄在中期的时候出一个BKB 或者是他有个励志双刀之类的装备之后 弹在前面吸着两个人的血 然后你五个人急火打不掉他 你知道吗 很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就打不动完全 而且这场比赛星辰他走的是一个中单龙骑士 然后把穿战甲放到三号位的一个思路 三号位穿战甲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这个英雄他在 有火猫这块一级上来先捆一下 骚扰你一下 就是意味着你在游戏的前期 你到六级的时间会比中单晚 你到六级以后对方的边路英雄也到六级了 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大招对于对手的威胁 他就会直线下降 然后整个的阵容的输出又非常的低 上限就非常的低 成长也不是很快 就没有哪个英雄拿到一个装备以后 说马上就可以形成一个 日变一样的成长 这个是做不到的 独狗这个地方这个关不错 直接是关了一下对方的兽 没让他勾兵 那么DP在下路去对先知的话 这个对线肯定是打不过的 三级之前肯定是打不过的 中路火猫这里加上一级的火盾 现在没有无影权 因为一级加了一个捆用来去拿一血 所以斧刀方面跟龙骑士去对A的话 肯定是要吃一些亏的 那PA PA身上带没带减甲球 一级带了一个减甲球 那么上路的一个对线 应该说还是比较舒服的 没有带毒球就还行 其实比较怕的是PA 比较丧心命狂的带一个毒球 带一个减甲球 那样的话 小路前期的这个日子 可能会过得比较艰难 甚至穿战甲的日子可能都会很难受 PA打穿战甲的话 它可以留着自己的blink和飞镖 就什么时候你戳戳完了以后 我再上去打你就完了 这块一级的飞镖距离是很近的 一级飞镖距离非常近 所以只要不要离对方的PA太近 那么基本上就不太用担心 这里毒狗关一下 保护一下这个小鸡 再叠一层毒 三层毒了 这块兽没有选择回头拍地板 现在被叠了四层毒吗 没有 叠到了五层 直接单杀 nice 提交这一波的单杀非常漂亮 对方的兽有点 有点低估这个毒狗的战斗力了 它怎么也得升个二级 你再这么勾兵 再好一点 你这么上的话 就处于是 毒狗最喜欢的一种 一种打法 把那方看回 Oh you nice 波波卡这一标 直接标死对方 开局三条线的战线 目前都是一个优势 这个阵容的对线是没问题的 对线期绝对是没问题的 毒狗也是一个在前期 前几集的时候 对线无比强的一个英雄 对方的DP在三级之前 肯定是打不过先知 那三级之后 他能够跟先知打一个五开大概 就是发育方面 至少不会被对方有 有机会去完成击杀呢 这样的话 在补刀发育上就有一个保障 上路 穿战甲目前是没有反补 小鹿手里面也没有反补 对方是PA手里有五个 这里给上一个飞镖消耗一下 穿战甲手里一个戳 一个拍地板 现在两级的拍地板 小鹿这块一直在和对手的萨尔 在队A我们看一下 穿战甲的装备 准备出的是先锋盾 打PA的话 前期做一个先锋盾还行 后期还是要堆护甲 先锋盾这个道具 包括格党的属性对于PA来说 影响太少了 看看萨尔要不要给个念皮士 这块没有给 有一个一级的念皮士 不过并没有给 中路火猫的补刀 现在追上来不少了 一级加的捆的这个后续影响 现在逐渐的 随着时间 随着时间的变化 现在已经逐渐没有了 龙骑士刚才这个位置 拿自己的血条去挡兵线的血条啊 这个操作还是非常细致的 拿自己的血条挡住兵线的血条 然后进行一个毁刀的一个操作 现在龙骑士在中路的补刀呢 是24-6 上路对方的PA21-7 下路的獸 下路的DP现在只有10-3 而先知现在是21-7 因为兽送了对方毒狗一个单杀 所以导致目前对方毒狗的等级很高 一直在野区跟这个兽两个人在互相的消耗 但是等级跟战线的大哥一样高 所以下路这个DP的日子过得很艰难 精神在前期到目前为止 还不错 看一下这里吸血给上 那么这里关一下一个平安一个风群 还是打死了 皮球这个位置该走要走啊 这个地方 这么追的话你有可能要死啊 小心一点 这个地方要小心一点 其实这么追的话风险很大这个毒狗 火猫现在在中路拿自己的这个火盾 三级的火盾 是他不停的去烧龙骑士 三级的气势不是很害怕这种消耗 先锋盾能拆 能随便拆盘子 莲花 林肯 玲瓏心 确实 这道确实是 像这场比赛的话 拆一个莲花会比较好 这里这个吸血 这个还要吸吗 要强杀 这个就有点过分了呀 兽病不在 然后DP也被防卫塔 A几下 然后对方再接着叠毒 这个DP要死了 四层毒 直接叠死 nice 这个DP 这个DP打的有点 有点太猛了 他的出装其实并不支持他这么大 DP的这种冲塔 是要建立在五级 有三级吸血和双吸带的一个基础之上 你再这么冲塔 那龙骑士过来盾一下 盾完了以后 猫开火盾 兽突过来 直接拍地板 看看他要杀的是谁 恶劲撇士盯回来对方的龙骑士 宝貌这里再接着打 但是萨尔好像没有光啊 这波 没有光 那为什么不选择去杀小鹿呢 英雄的能力并不足以让他们这一波成功的击杀掉对手 那没办法 这个让星辰又占了一点点便宜 现在三条线的战线是一个权限 由我们来看一下个人的经济 PA目前在上路是经济第一 二三四全都是星辰的人 那么火猫的经济现在跟先知是持平的 现在高等级的火盾用来去帮着刷钱还是有些作用的 确实 DP是上把的隐刺吗 不是啊 上把的隐刺是XCTN的 是上把的狼人 现在DP的经济2200块钱 说实话前期DP打成这样 这个是完全自己的问题 DP打先知加毒狗这种没有太强击杀能力的组合 尤其是对DP来说完全没有其他能力的组合 不应该打这样 那么这里DP再接着追 这个要关的话应该是关DP 嗯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可以杀一个毒狗 这个毒狗肯定是死了 出来以后这个人头小路一飙 还是啤酒拿到 DP这块选择是直接开大过来 推对方的下路一塔 消耗一波正好兵线来了 当然了因为现在是七分多钟没有投出车 哦呦这个DP 啤酒感觉这波是要直接被追死了呀 还有下一个技能吗 再追咬死了直接被游魂 火猫也来到了下路 这波恶劲批示 盯回来小路被对方的封裙 一下上来直接完成一个双杀 这样DP的第一个大招 虽然没有对对方的防御塔形成任何的威胁 但是强杀掉了毒狗 呃回来又收掉了一个小路 还是赚的整体还是赚的 这个经济瞬间从大哥位的末尾抄到了全场第三 这波这个DP抓机会抓的太好了 看看这里瘦了 直接脱走 吓唬你一下 不让莫奈他的日刷钱 PA在上路继续保持自己的无解肥经济 那么穿战甲现在的经济也还不错 3400块钱应该已经有先锋盾了 跑鞋先锋盾 然后准备出密法鞋 再上路继续去美滋滋的战线 PA目前拿对方的穿战甲 其实没什么太好的办法 打先锋盾这种装备 最好的装备就是暗灭 减甲加高昌的这种刀具 配合PA的暴击 这个是最好的选择 兽在侧面一直在蹲 这个区域其实是没有视野的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视野是星辰方的视野 他其实是看不到一个兽的 这个是对方两个人的一波开悟 看一下这个开悟进攻的方向 过来找的又是先知啊 这个位置其实是没有进攻视野的 看到这里插一个眼上来火猫疯捆 就直接过来一个捆 然后再加一个平A火猫拿到人头 中路的一塔龙骑士顺势想过来偷一下 但是对方开了个塔房 开了一个塔房 PA在上路现在的装备是夹腿夹减甲球 一个制导指环有一千的穷款 第一件装备肯定是要去出狂战斧 这个毫无疑问 作为比赛里边的PA 他没有道理先去做安秘 尤其是前期我又是无解肥 我肯定第一件装备先出一个狂战斧 有了狂战斧以后补安灭的简直太轻松了 现在个人经济来看的话星辰又是反超回来了 那么烈士路的传人甲和中单的龙骑士 两个人都很肥和对手的大哥以及三号尾的经济持平 火猫的经济还是比先知要稍微好一点 先知让比赛被对方的兽和DP压制的有点狠 而且现在火猫和萨尔又是在不停的追杀 哎呦这小鸡被打掉了 看一下DP加火猫 又是过来吸一波皮球这个地方没办法 下路一塔可以直接拆DP的第二个大招用来去拆对方的下路一塔 嗯没什么问题 没有什么问题 而且节奏的话就也还可以 因为三号为DP的到六时间比中单肯定要晚一点 所以你看到他用第二个大招拆对方的一塔的话 这个就已经来到了快十一分钟了 但是这个DP的节奏到目前为止是相当不错的 没有被断过 团队的经济在这个塔拆完了以后 又是回到了一个起跑线 穿上甲线密法节加上先锋盾 下一个装备做散尸 对方没有人能够干扰到他 先知这段时间开始利用自己的机动性来提高刷钱效率了 不过火猫这场比赛的经济还是可以的 还是可以的 星辰其实很怕对方这种超快结构的有的 看看这波DP吸血给上一个戳 戳完一个标标出来 这个地方DP没有办法了 对方人太多了 还可以 这个时候在对方的装备还比较差 等级比较低的时候 依靠着前期的这个技能伤害 还是可以完成对对方有效的击杀的 主要的问题是大概在有些二十分钟左右的时候吧 二十分钟左右 然后对方有到大概二级的大招 满级的小技能二级的大招 然后再加上两个四千左右的装备 或者是一个四千左右的一个三千左右的装备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DP是真的就有点难杀了 DP场比赛选择出的呢 单细带然后大魔霸 准备去做卫尸净甲 现在已经密法没可能了 从气势这块装一下 神服刷在了下路 被对方TSM的萨尔给控了 皮球好肥啊摸个A吧 皮球的萨尔这场比赛一般吧 十二分钟1600块钱 啊不是抱歉 哎我为什么 我为什么脑子里边皮球是萨尔的 我说错了 皮球是毒狗 哦毒狗确实很肥 哎呀我脑子脑子混沌了 我的我的 毒狗这么有钱确实应该摸给 咱们观众说的没毛病 确实应该摸给 然后这里跳刀第一波 直接秒 秒完了以后 对方这里支援过来一个兽 然后看看这个兽 这个突可能有点不太好给啊 毒狗一直在边上盯着 下路的这个伊塔 要是想推 是不太好推的 讲道理 对方如果要守的话 这个伊塔是可以守的 DP手里有大 然后P A现在的狂战斧差一点 那应该 萨尔过来了 这个是要守 星辰再不走的话 要被留了 哎 这个萨尔TP的位置 有一点小尴尬 萨尔过来了以后 看一看先知传到了中路 火猫并没有来 那么下路的这个伊塔 是守住了 而且P A P A的这个BKB速度 这个狂战斧速度 很一般吧 只能说 十三分四十秒 只有六千一百块钱 这个P A 对于星辰来说 团队经济现在已经是领先一些了 但是这个领先是来自于五号位 一千家的领先经济全是在五号位身上 四号位跟对方的经济都是平的 五号位领先了一千多 P A马上拿到狂战斧 龙骑士挑刀第一波呢 还可以 没有拆掉对方的下路伊塔 有点可惜 十零剑士的散尸快做出来了 对方火猫已经有了雷锤 下一个装备 准备做飞鞋 那DP的大鞋现在钱已经够了 兽这里抓住 萨尔给上一把矿大 还留住了一个穿山甲 那这样的穿山甲也没了 活泼卡也别带走 P A的狂战斧应该是已经拿到手 正在中路刷钱 有了这个狂战斧以后 P A就可以踏实实的去钻野了 穿山甲节奏被断一波 中路的伊塔被对方拆回来 这样团队经济应该又会呈现拉平 他说独狗出了A之后 P A是不是就没有办法玩了 理论上来说是的 但是要 要看一下团战的时候的这个独狗的位置 会不会被对手掀手 因为独狗这个英雄太脆了 他的关又是一个有抬手的技能 如果对方是先手到了他 不管是给到他任何的控制 那基本上这个都是瞬间融化的一个角色 但如果啊 话说回来 如果对手没有先手到这个独狗 然后独狗拿了一个A出来 并且成功的把自己的大招打到P A身上 这个P A就完全废了 看看这个兽 突一下大招钻住独狗 直接把独狗秒了 然后呢小路这里被留住 看看这个哥几个 只能拿技能去消耗 无尽权带走 小路跟独狗两个英雄 又是直接被那方击杀掉的 狗猫拿到一个双杀 P A这段时间根本就不需要来参团 因为正面团不需要的 装备上面这个P A如果先拿的是BKB 如果他先出的是BKB的话 那只能是给他点个赞了 那只能说这个选手就是稳的像借过毒一样 你知道 那一点都不贪 那个真的就是 一丁点都不贪 他如果先做的是暗灭的话 那么对于星辰来说 这场比赛机会会多一点 但是如果他先做的是BKB 对吧 先掏一个BKB出来 那星辰真的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因为P A在先出BKB以后 反战的时候他可以上去先秒毒狗 因为毒狗现在不可能做得出来一仗 他要等很长时间才有 我上了开始BKB先把你毒狗秒了 或者我先逼迫你毒狗把关用在自己身上 然后转头我就去杀别人 这是啥比喻 这个像借过毒一样的这个比喻 其实是来源于 来源于什么呢 其实是来源于这个就是魂类游戏 来源于魂类或者泪魂的游戏的 对于那种玩的非常非常好的那种玩家 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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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价 就是完全不瘫刀 稳的离谱 抵御自控能力极强的人 看一眼这里眼给他排掉 这块真眼是换了一个假眼 其实那个端能杀得掉吗 问题是你们这个爆发套不太够 萨尔的这个弹量招给的稍微慢了一点点 车还是开出来了吸血又吸了一会儿 DP这里再吸血被对方秒掉 兽托到后排 过来秒对方的毒狗 毒狗一个关 那没有人能跟上来 这波兽也没了 我猫不在啊 还是火猫不在 伤害太低了 而且PA也没在 光靠DP在前头挨揍一个兽的输出 这个确实不太不太够 感谢MT老板的使港币打赏 谢谢老板 比喻真硬 这个这个其实是B站 国内B站弹幕经常见的一个弹幕 这都不贪刀借过毒吧 就是这么来的 不是一个贬义词啊 不是贬义词 这样这个PA 现在手里边有1500的存款 那我估摸着他可能是想先出一个暗灭了 这场比赛如果他先出暗灭的话呢 暗灭的好处是可以进一步加快的刷钱速度 而且是大幅的加快的刷钱速度 所以这场比赛对于PA来说 如果他真的选择先出暗灭 那无非也就是TSM的参团时间要更晚一点 开正面团的时间要更晚一点 这个要看他的队友 如果队友下一波 就这一波的游走 如果能成功 当然了天辉这个非常精准的一个扫描啊 扫到了对方 如果这一波的开悟能抓到人 那这个PA是真的可以去摊一下这个暗灭的 他没有摊 他没有摊 队友这波没抓人 这波如果抓到人的话 星辰的这个进攻就要晚很久 就可以给他时间再让他刷一段时间 而且队友也可以借助这一波的游走成功 能够把装备等级提一波 这边应该是要拿到BKB以后 就能够把装备等级提一波 就能够把装备等级提一波 换 就能够把装备等级提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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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的的话 没有优势的话 其实PA在第一波正面团的输出能力 没有那么高 好 火猫这个TC给的不错 看看龙骑士身上因为有BKB 所以并没有着急去打 那这样子你不打我打 你不打我打 萨尔的这个大招 这个框大框住对方两个人 DP这块吸上血 多扛了一波伤害 再吸一个躲一下车 在人群里面吃了无数的伤害 龙骑士的BKB要到时间了 这个时候PA来到正面战场 对方的小鹿这边还差一点点的血 直接烧死 萨尔的过境片是应该是想去找龙骑士 这个时候第一时间没有找到 哦 戳出来一个脚械 漂亮 小医生这个位置肯定是跑不了了 但是呢 戳出来的一个脚械运气不错 那么Timeto他的PA 在第一波BKB参团来说的话 效果还不错 你看看这个开局的时候 大家看出来开局的时候 我说星辰这个阵容输出低的这个问题了吗 大家看到这个输出低的这个问题了吗 你看他们为了杀这个DP用了多长时间 就DP在前面 而且这个DP是一个没有BKB的DP 他就一个大血 一个散滑 然后在前面吸血也就吸到了一个人的一只 后来多吸了一个 大部分时间就吸着一个人的血 然后这边龙骑士 加上穿人甲 开着大招 加上小鹿给着标 把这个DP打了一辈子 这个DP如果装备再好一点的话 对面打不动了就 连续的开悟 这根页眼扫了一下 看到了小鹿 过来TC捆住 背标不定格进来 直接秒独狗这个地方是大招给到了兽身上 还行 然后二线P是 盯回来一个龙骑士 龙骑这边没有开BKB 然后呢 直到对手放了大招以后 龙骑才开启了BKB回撤 这样你开了BKB 我这边没开 我可以打盾了 PA的暗灭 PA是出了个什么装备啊 哦买了个魔精 买了个魔精 我来杀对方龙骑士 BP这边开着大招 穿上甲就给上个车 萨尔给上电 nice啊 龙骑士一个咚 先秒萨尔 但是萨尔其实没有大招啊 PA这波过来以后 直接秒到先知 没输出了 PA又几个飞标过来 留住龙骑士 龙骑士没有BKB 小鹿在旁边努力的输出 看看穿上甲 开车只能跑 那你另外这两个人跑不了啊 被PA追杀 哪都跑得了啊 火猫过来一个平A 直接带走对方的小鹿 这个小鹿没办法 因为PA的魔精技能 可以破掉龙骑士 可以破掉不可侵犯 可以破掉幸运一击 这些东西都会被破掉 所以这个东西一旦被破了以后 秒里的人不要太轻松 兽这个位置在上路 一个人抓住了神灵剑士 神灵剑士用散尸定一下对手 被兽又是给上了一个大招钻住 这里选择一张TP 还是比较极致的 萨尔的恶尔拼实实在是来不及了 太远了这个位置 但是TSM已经是打掉了肉杉 拿到了盾 PA的经济12600 12600 现在火猫是出到了林肯 有林肯的话 可以挡对方很多的控制技能了 先知我看看他出的是什么装备 复灵所还没有做 这个复灵所还是很重要 这场比赛 不过经济方面 现在对手的火猫和 PA都已经超上来了 说实话 PA经济好 这个有情可原 因为他是四一分代里面的那个一 但是你让一个火猫 一直在疯狂打架的火猫 经济排在圈场第二 这个就有点问题了 这个问题是真的就有点大了 但是萨尔文静皮士 兵会来 PA这块直接破掉被动 几刀秒掉 拿到人头 都是冲过来的一个兽 说实话 我感觉这个兽 好像有一个让人头的动作 但是没杀柱这个车 我看他这个动作应该是在刹车了 但是因为技能的生效距离问题 没有杀柱还是撞上那了 PA弹灭应该已经有了吧 看一下 PA弹灭 哦快了 龙骑士 这个地方被对方的火猫 火猫要不要绷个魂 火猫里边魂不够了 火猫要是魂够的话 绷个双魂 或者我估计可能三魂吧 两个魂可能也不够 绷个三魂有机会能杀 瘦这里一个拖撞过来 找到了 开始拍地板 然后先知被对方的拍地板打满 开BKB 抓一下兽这个位置 有砍树吗 没有补刀斧 哦没有补刀斧 这个兽 辅助为兽打先知 哪有不带补刀斧的呀 他可能觉得自己是兽 不需要带补刀斧 但是辅助打先知 真的带补刀斧 这个东西一本万利的事 没有必要去为了这100块钱去摊 真的没有必要为了这100块钱去摊 看了DP 对吧 被那帮牵手 但是伤害来都太低了 还是打不掉 打不动人 这里再吸个血 PA上来直接开始切后排 DP这里接着吸血 打不死人 打不死了这个就 还在打 这边终于戳死了 但是你的人怎么办 火猫跟PA两个人 再追这个龙骑士 再给无影权 这边追不上龙骑了 另外一侧萨尔过来 PA上来一个飞镖 留住皮球 皮球这里一刀暴击1200 直接秒掉 PA因为安眠是刚刚到手 这边参团效果还是不错的 终于是杀了对手一个DP 但是每次杀DP的成本 都有点高 杀一个DP 自己这边最少交两个 最少交两个 火猫过来捆住 人家煽入林肯 龙骑士毫无办法 这个只能装到林肯上 火猫单杀掉了对手的龙骑士 也确实多4000块钱 这个单杀也不过分 PA的下一个装备 准备做的就是A杖了 A杖真的是 现在PA太好使 太好使 太好使这个装备 但是PA这个位置 因为我很高的闪避 对方的小鹿 标他的收益并不是很高 游戏时间27分钟 差7000的经济 火猫在上路 林肯飞鞋 大毒球加上雷锤 下一个装备 准备去补跳刀 下一个装备准备补跳刀 这里TC捆一下 封一个魂上来骗技能 好的 关已经骗出来了 飞镖给上 提供一手视野 这波对方不出来 不出来也没有交关键技能 那就算了 TSM的这个骗技能 骗的实在是太 太明显了 有一点过于明显了 这已经不是直球的问题了 这已经是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血 把直接告诉对面我要干嘛 然后把纸条递在对面手上 然后还得朝人鞠个弓 火猫这边给上一个TC捆一下 就要帮两个人 哦 林肯被破了 Nice 定住他秒 他让他这么消 好远 哎呦这个标 哎呦这个标 这个标好远 超远的一个复灵索 加超远的一个标 复灵索稍微慢了一丁点 复灵索再快点定住了的话 他就传不走了 先知这帮打到了一个 一个致灭 好东西 落后9000经济 现在星辰要是想翻盘的话 我们来想一想啊 翻盘的话需要几个东西 一个是先知要能够去牵制一下对手 单线牵制一下 拨一点时间出来 然后呢 从装备的需求来说 石灵箭矢身上出一个 晕锤 石灵箭矢出一个晕锤 然后 晕锤加A杖 独狗身上如果能磨到一个A杖 龙骑士再做大引刀 大引刀也行 龙骑士出到大引刀 然后再加上A杖 晕锤 石灵箭矢 加A杖独狗 先知就正常出装就行 先知就按照一个C位 正常的出装就OK 然后算一下 算一下 石灵箭矢现在距离晕锤A杖 晕锤我们算3000吧 晕锤这个道具 实际的价格 我记得以前是2000多 后来忘了改没改了 2875 算3000吧 3000的晕锤加4000的A杖 这两个东西加起来是7000块钱 7000块钱 他现在手里有1700 还差5300 5300按照现在 他的刷钱空间来说 可能要刷8到10分钟 哎哟这个火猫啊 这里也蹬一下 nice 秒他 让他这么消 我带你们打 我带你们打 好我们接着算啊 然后赌狗需要一个依仗 但是赌狗现在完全没有存款 按照他现在的GPM来看的话 这个A杖要20分钟左右 20分钟 得到50分钟才能出得来 但是感觉有点难 纯林剑石现在是430 430的话出到5000多块钱 也要10多分钟 如果将近20分钟才能出到这几点装备 这录制确定上传 烦啊 烦啊 丞相何故发酵 我笑呢 我笑呢 火猫手智 对吧 PA无谋 防弱是我 清晨一波私人开户 但是出来以后并没有找到人啊 穿上甲这块 看时间要到了 选择清一波兵线 从位置来看的话 位置还行 TSF这两边都是互换了一下野区 站在对方家的野区 看一下望向对岸 你过来呀 你过来呀 看到这里瘦直接突上来 瞄的是龙骑士 撞到以后穿上甲开车 反杀这个瘦 那一次 PA上来 先瞄掉一个小鹿 然后自己这个位置又是一个标 找到皮球 哎呦 这个小鹿胜利40血没死 打了半天 没打掉 但是自己这边的毒狗被击杀了 瘦选到了买活 哥几个只能往回撤 那这样啊 肉山盾又是TSM的了 杀掉了一个兽 杀这个毒狗和小鹿花的时间比预想张东东要多一些 清晨浇掉两个酱油 大哥全身而退 所以从战损来说的话是在接受范围以内 战损是在接受范围以内 但是这个正面的话并没有看到和找到一个能打赢的方法 出完了安灭以后 总是补了一个晕垂加上A杖 下一个装备做撒弹 这个龙骑士又被萨尔加上火爆两个给留住了 TA现在已经可以全程隐身了 A杖以后10秒的CD 25秒的持续时间三技能可以无限开 就是不需要击杀对方的英雄就可以无限开了 火猫身上加了一把跳刀 有一个骑士剑1000的存款 吃掉了一个魔精 PP身上也吃了魔精 有龙心 DP身上现在唯一的硬伤也就是护甲有点低了 但是他下一个装备准备补的是冰甲 龙心冰甲加上大鞋天堂以后 这个DP真的就是可以顶在一线 扛着对面五个人的输出 都打不动 穿上甲这拨开车破林肯 nice 但是龙骑士没上来 那这个没有车了 高地没了 这个高地唯一的威胁没了 上高地唯一的威胁没了 tsm这拨高地可以随便上了 radiant's courier has been killed pa身上下一个装备要做撒旦 那么这pa现在的攻速有点慢 其实 pa下一个装备 撒旦也行 强袭也行 蝴蝶也行 三个装备都可以 一般pa不把蝴蝶作为自己的一个常驻选择 因为闪避已经够高了 对方打你本来就要出mkb 这个小鸡飞在高台上 没有露给对方视野 那么没有找到 pa出了个天 这个小鹿出了个天堂之旗来克制对手的pa 有想法 dp身上现在已经有了板甲 下一个装备准备跟的是兵甲力量跳 然后出bkb 不过tsm也是真的能活呀 这样的一下 确实生死战 赢了就进前四 拿到前四意味着拿到本届比赛的前八 我看一下这些比赛的奖金时分配情况 这个还一直真是没有关注这个问题 奖金时的分配我看看啊 呃第八名的话是有37500美元 然后每往上高一名多5000美元 但是到了前四名的时候 这个奖金一下就多了好多 哦 看一下这一波 先知过来 不灵索捆住 这个dpdp这个开撒弹驱散 又被龙骑士端了一下 那这个pa有点尴尬 少了第一个装备 但是火猫在人群里边根本管不了 带走一个小鹿 扎尔康那三个人 看两个大哥开bkb往外走 被pa上来一刀直接秒掉一个龙骑士 龙骑选择了买活 但是先知被对方留住 但龙骑士上来端一下 旧火猫的输出又来了 嗯 这一波确实没办法 独狗被对方的pa挤刀打残 这个pa开三技能 转身龙骑士端到 有没有足够多的输出 秒他的pa 这个pa身上的撒弹CD已经赚好了 我要这个pa 我直接上来撒弹更拼了 这个pa被打死了 nice 这个撒弹没有来得及用出来 那这样的萨尔也被留住 火猫又是一个DC捆住龙骑士 dp现在虽然是满血 但是dp空蓝 他没有蓝了 火猫这个地方又被留住了一下 再给人一个车 主力圈出来 兽冲脸 拍地板 钻住对方的先知 不让这个先知继续提供输出 打掉了这个先知 这波兽居然 那个dp dp1453的蓝量 打空了好几轮 火猫这里留了一个魂以后 自己直接tp回去 身上出到了一个灰药 这波出出 我怎么感觉这个火猫的输出 这波有点厉害呀 现在这里tc捆一下 穿人家过来 但是没有大哥的输出 你们这怎么杀人啊 这里dp一个人顶在这儿 后边搁几个根本打不动 你们别浪费时间了 这dp站在这儿 让你们打 你们都打不死 你们后排走吧 火猫上来直接留一下 对方皮球 一个围攻屁风 自保一下 火猫还在人群里面 不停的拿自己的灰药和tc 在消耗 看个龙骑士 被打出来了自己的bkb 穿人家这里一个出 一个拍地板 火猫又是一个无影拳 但是血量掉的很快 又一个无影拳 能走得掉吗 穿人家开始bkb再追 这个火猫也被打死了 nice 行人这里再给上一个车 过来 看看萨尔也被留住 nice 守住了 这路高地 而且把对方打了一个 五人团灭 萨尔买活死 根本就没有人理这个dp 因为知道这个dp打不死 但是dp也没有什么伤害 dp这边团战只打了2000多输出 团队输出打了3万 这个dp只攻陷了2000 TA打了9000多 被打死了 那么星辰这波损失也相当的惨重啊 先知买活死啊 然后龙骑 狐狗 都是一个被击杀买活 小鹿被击杀 没有买活 穿人家这一波团战赚了2283块钱 这波高地守住了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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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厉害 那这波打完了现在PA准备去吃了 吃A仗了 身上现在少了一个格子 确实有点尴尬 25GPA 还是选择加了三飞镖 dp出了个强席 dp不出兵甲了 不理我是吧 dp心想不理我是吧 蓝不够是吧 老娘不用兵甲了 老娘出强席 站着A死你 有弓速有减甲 老娘站着A死你 这个dp强席出的 我只能说是很聪明 当然了也是因为火猫出了个兵甲 火猫出了个兵甲 dp出个强席 其实这个dp啊 呃 他在这种局 他应该是去出一个 那个A仗 出个A仗收益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 这个时候 因为对方打不死他 你知道吧 你知道吧 对方打不死他 然后呢 对方现在完全放弃去攻击他了 那这个时候 dp出一个A仗 他的 平A和小技能 就可以产生 很好很好 一个输出效果了 不是 dp不 dp这场不需要出羊刀 羊刀这个道具 这场比赛 现在这个阶段 不是问题 他不是他需要去做的 他现在要做的是 怎么让自己在 有在活着的时候 能够提供更多的输出 羊刀虽然提供回蓝 但是羊刀的施放 要费250点蓝 CD是20秒 他只有9点的回蓝 也就是如果你卡CD放羊刀的话 实际上你整体蓝量是亏的 你知道吧 你整体并不转 这块复灵索 捆住 萨尔支援过来 火猫这块 封一个魂 看看萨尔 这把粉没撒到 有点可惜 他只是说 羊刀可以额外提供一些智力 增加你的蓝量上限 但如果你出的是一个A仗 那就不一样了 A仗的话 DP可以无脑的去评A 团战的时候 你不是不打我吗 你不打我正好 我就疯狂评A你 对吧 小技能拉满 评A拉满 输出一样很高 DP刷新不错 DP现在最不能出的装备 就是刷新啊 为什么DP要出刷新啊 DP现在根本就没有蓝 出了刷新 什么都放不出来 这边火猫被对方定做 萨尔的框大位置 对方全都开启了BKB 火猫被秒吧 没秒掉 兽冲进来 钻住毒口 但是火猫这里还是死了 要不要买活 要不要买活 兽这里一个突 火猫买活 赶到正面战场 PA已经完成了三杀 再冲上来 直接疯狂杀戮 爆走了 这个PA 五人团面 直接被PA完成 一波暴走 GG 好吧 那么这样的话 不需要犹豫那么多了 那么这样比赛结束 最终星辰 还是止步在了 止步在了一个 第 第几名啊 不知道 第几名不知道 应该是第五或者第六 小组赛的第五或者第六 那么 至于他的这个名次 应该就是并列 并列给算奖金 并列算奖金的话 应该就是一万五到两万美元 或者两万五 两万五千美元左右 应该是两万五千美元左右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奖金 啊 两万五千美元左右的一个奖金 好吧 哦不对 是两万美元 不是两万五千 是两万 因为星辰输给了XCTN 所以在排名上面的话 星辰最终是排到了11到12名 那么这样的话 本届比赛 唯一的中国战队 止步于此 也是比较可惜 那后面的话 比赛我们就可以休息了 然后 之后准备给大家直播的 就是第二轮的小组赛 小组赛是有第二轮的 然后第二轮小组赛的开始时间呢 是在明天 明天开始 明天开始是下午五点钟啊 注意下午五点 不是下午六点钟 下午五点钟开始 而且是BO3啊 一天四个BO3 然后咱们应该是会给大家直播两到三轮的BO3 好了 我是桑小大叔 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咱们就到这里